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联赛 关注一下辽宁南篮的谷爱伦 眼下对于辽宁队来说好消息还是挺多的 新赛季的第三阶段常规赛开始之后 辽宁队在主场取得了一场大胜 主教练杨明也回来了 第三外援确定也正在找 而且曾经球队的外援OJ梅奥 也是回到了球队当中担任清训的教练员 郭爱伦新商的一个治疗方案也已经是出炉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朝着一个正向的道路上去发展 看起来辽宁队接下来的第三阶段 包括季后赛会比较的顺利 不说球队一定会夺冠吧 起码他们目前依然是CBA联盟当中 争冠夺冠概率最大的球队 但是就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 那我们也发现了在某著名论坛内 也是一个辽宁球迷聚集地比较高的论坛内 一位在论坛内混迹八年的博主 开炮发向了这个辽宁南兰正在养上的核心 郭爱伦 他发表了一天接近千字的长文 这篇文章是比较长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个论坛当中寻找原文去观看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总结一下 他所声讨的郭爱伦的四宗罪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郭爱伦长期缺阵比赛 而且还拿着球队的高薪 他怀疑郭爱伦在签约的时候 向球队隐瞒了伤病 我们知道郭爱伦当时的一个续约是两年 总计1200万的合同 因为他拿的是顶级一年600万 但其实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到目前为止的话 郭爱伦总共只打了39场比赛 这是还算上季后赛的比赛 所以说相当于打一场球就能够赚30万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个数据 但是受伤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郭爱伦也是因为为球队打球才出现的伤命 所以说这个风险的话 肯定你不能全部怨到郭爱伦的身上 而且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说 它不是一种损失 因为球员签合同 他同时的都会给球员买一份合同保险的 从俱乐部这边 如果说真的出现像郭爱伦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是由这个保险公司会去偿还俱乐部一部分的薪水的 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第二一个的话呢 也是他认为郭爱伦在这个当年与四川队的总决赛期间 那么跟这个球队 跟这个四川当地的球迷发生了矛盾 导致双方大打出手 按照他的说法是当时郭爱伦让这个自己家的亲属走球员通道 这个是引发矛盾的观点 同时第三点的话呢 还把贺天举受伤过早退役的这个事情 归到了郭爱伦的身上 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 当时贺天举的话是在参加郭爱伦的生日宴 导致受伤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也和郭爱伦有关 那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啊 也是相对有些牵强的 毕竟这些事情都是事后部分媒体统帅的消息 事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不清楚的 但是通过他能够把这些事情的细节描述的这么详细 看得出来 他的确是一个长久关注辽宁队的一个球迷 最后的话呢 他又将这个频繁更换外援的责任归换到郭爱伦的身上 自从2018年夺冠之后 其实郭爱伦在没有受伤前的这段时间 辽宁队的外宣外援更换的的确是比较的频繁啊 在这期间的话呢 梅奥是跟郭爱伦共事最长的一个外援 时间也不过是一年半 反倒是郭爱伦受伤之后 这个福格现在已经是打了三年了 这个还说实话 多多少少有一些论点去支撑的 不过像郭爱伦这种球员跟外线的外援配合 不是很默契 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不只是在郭爱伦的身上啊 再向孙明辉啊 这样的顶级核心护卫身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郭爱伦的确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啊 哪怕是在辽宁球迷内部 的确也有一些反对郭爱伦的声音 不过在辽宁队目前争冠的关键时刻 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和讨论还是少一些为妙